好,我们看16章 16章又跟电有关 它的标题要学电能跟电容 16章的分量好像也不少 对,它也是好几页的讲义 好,我们往下看 第一个,16章第一小节 标题要学电位差跟电位的概念 要讲这个之前 我可能要做一点点补充 这个我讲的先后次序可能跟课本的编排上 有点点不太一样 那没有关系,我们照我们 我编的讲义的先后次序来上课 首先,因为它开门建山就要学电位 电位定义完了之后再去算电位差 问题是电位的算法要从电能切入 它没有讲电能,它先从电位来 所以我稍微做调整一下 我颠倒过来,我先教你电能的概念 然后接着才回到电位的定义 再算电位差 这样懂吗?我讲义是这样编排 所以我做了一点补充 首先,我定义 那个 电位能的一个算法 我做了几个重点的分析 第一个就是,我们来考虑 一个补充资料 我们来考虑两个点,电荷之间 你写Q1,Q2也可以 你写Q,Qplus也可以 上次有讲过嘛 很多种组合搭配 上次我还记得我写在这里 写在这里 我说小写的Q1Q2 大写Q1Q2,QQplus,QQ0 是不是很多种方式 都有人用嘛 这样去搭配它的 那个表示是两个 那么 既然要补充电位能的概念 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两点电荷Q1Q2 当它相距无穷远的时候 我们把它 把它那时候的电位能定成0 两者之间的电位能 我把它定成0 这种东西就让我想到 上学期 我们在讲重力位能的时候 你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讲重力位能的时候 我们说 我们是不是把 D表面 有没有印象 一个物体 当它放在D表面 质量假设M 当它在D表面的时候 这时候重力位能多少 重力位能多少 哈 有没有印象 电一那时候重力位能 基准点多少 哈 多少 它记不记得多少 忘了 多少 我刚刚叫到1号 快点 1号啊 刚刚叫到什么人 汉林 阿鬼 1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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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哈 哈 好 来回答一下来 重力位能多少 地表面的地方 0 是不是0 是不是 哈 阿如果提高到垂直高度 把他利用外力的帮忙 把他提高到垂直高度 H的时候 他重力位能怎么算 哈 诶 是不是mg h 三折的成绩的 垂直高度 H 还记得喔 不错喔 好来 那么 同理喔 那边学电的世界的位能 这是重力厂的所在位能 重力厂的位能 重力啊 重力位能 重力卫能 重力卫能 啊现在来学的是电 的世界的卫能 我们也是要有个基准点啊 是不是 我们也有个基准点 这是同理的东西 你才有个基准点 然后你相对这基准点 你去算 对照这基准点的之后 是怎么算 好 那个时候呢 那时候呢 都是用地表面當作零 這是在重力未能的算法 可是在電未能的算法 它不是用 地表面的這個問題 因為是電的世界 跟位置 跟地表面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又取決於另外一個基準點 就是當它們相距無窮遠的時候 裡面兩個分得很遠 幾乎可以做到很無窮遠處的時候 如果真的能夠到達那個境界 那我就說你們兩者之間的電未能的基準點 四為零 四為零 這樣懂嗎 好 那麼同理 第二點的話 它好像是第二點 講義的第二點 如果它相距 沒有 同樣第一點的第二句話 對不起 如果同樣這兩個點 電和相距在有限距離 它們電位能的算法 重力未能是三者的成績 它的質量乘以重力加速度 再乘以它的垂直高度 可是電位能呢 它的定義是 之前庫倫定律用的那個比例常數 好 之前用那個比例常數 去乘以 它們各自的帶電量Q1Q2 然後再跟距離 一次方 注意 是跟距離一次方 有關 好 這是 從無窮遠 定成0 那當它 跑到有限距離R來之後 就這樣的一個算法了 這樣懂嗎 好 這是它的一個 補充的一個資料裡面的 第一點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說明 定義這個電位呢 但是 這邊跟之前有所差異性就是 之前 我們在考慮 B 比較一下 比較一下 差異性在哪裡 第一個R是不是二次方 好 這邊R幾次 一次 是不是 好 這比例常數 一樣 一樣 這邊取絕對值 所謂取絕對值的意思就是在告訴你 你不用去擔心 它到底 正戶化要把他帶進來 對不對 好 正戶化只是用來判斷 吸引排斥 我剛剛有複習過嘛 好 所以他取絕對值 這是他的 方便 之處 換句話說 在庫倫電率裡面 在算力量的時候 這個正戶 不直接在這個公式裡面算 而是用來判斷 吸引排斥 好 可是 可是這個地方就為什麼沒有取絕對值 那到底那個正戶化要不要帶進來 結果發現要 要帶進來 不能隨便取絕對值 好 這個 Q1 Q2 的正戶號 要帶入 所以 當他決定要帶入的時候 就有可能算出來是正 對不對 有可能算出來是負啦 一正一戶 乘起來是不是就負了 兩個都正 乘起來是不是正 兩個都正 乘起來是不是正 兩個都互會怎麼樣 還是正 一正一戶會怎麼樣 這樣懂嗎 所以就不能省略喔 不能省略 這一點蠻重要的 所以也意味著 因為 畢竟電位能是一種能啊 能是一種純量 只要是純量的東西 就有可能有正有負有靈啊 對不對 還記得我上一集一直強調這個觀念嘛 只要是純量的東西就有正有負有靈 所以 這邊就不能省略喔 好 繼續 那這個常數是一樣啦 所以 我想你再去翻那個表格就知道了 再來 第二句話喔 我剛講完了 電位能是一種純量 就純量的意思就是他有可能有正啦 有負啦 有靈啦 好 這些問題喔 他是一種純量喔 電位能是一種純量喔 剛才也有講喔 所以有正有負有靈的這個問題 第三個提到他的單位 我現在問你 公與能的單位用的是什麼 蛤 膠額是不是膠額 所以電位能的單位為膠額 這是在SI字裡面 中文我們寫膠額 中文我們寫膠額 好 再來 除了膠額以外 從現在開始常會出現一個叫做電子糊特 Electron Bolt 電子糊特我們簡寫成Electron 就是電子 Volt Volt 就是糊特 所以叫電子糊特 簡寫成EV 電子糊特 EV EV有一個EV有多少 11.6乘以10的-19次胸膠額 彼此之間的單位換算 EV有這麼多 好 這是我的 講義 補充 的第3點 再看第4點 如果 我現在把電荷從出位子A 移到末位子B 那麼外力要做多少 我現在把點電荷 A 點電荷Q0 由出位子A移動到末位子B 那麼你的外力做工要做多少 我們知道 2點電荷之間有他的電位能的存在 那你現在 要把他 做工 移動他 這時候呢 就牽涉到他 不同的位子 有他不同的電位能的改變 這個 改變就是來自於你外力的做工要付出 補這個差額 他才有辦法 就如同我剛才這邊差掉了 你在重力廠的世界 你要把物體做 提升 你要靠外力的幫忙 對不對 這外力做工是不是等於後來位子的 也就是等於他重力未能的改變 也是後來位子的重力未能減掉出位子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他就是等於 墨位子 講義都有寫 電位能的改變就是 墨位子的電位能去減掉出位子的電位能 這樣可以嗎 好 然後呢 最後 他幫你總結起來 就是等於 等於 等於 他抵抗 電力做工 所以兩個差一個負號 差一個負號 好 那麼 也就是 他寫的 最後幫你推出來了 講義都有 從 A 移到 B 移動的這個位移多少 做工嘛 做工就牽涉到位移嘛 做工 做工 做工就是作用力 好 那現在作用力就是這兩項 好 去乘以位移 這是他的位移量 好 這是位移的一個大小 好 我想應該是 做工 上學期的東西 你再把它去複習一下 好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補充資料講完了 我剛剛說過 我要從他的電能 往下 拉 電位 好 我們就來定義電位 他怎麼去定義電位 電位的大小呢 他這樣子定義法 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 我們要去考慮 某一點的電位 V到底怎麼算呢 我們就定義成 在該點上 微小 測試電荷之電位能 除以電荷量 就是 你測試的這個電荷 如果你習慣寫Q2也沒關係 寫Q0也可以 寫Q也可以 然後 你移動他 移動到那一點 那一點的電位多少 那麼你就要去算 那一點的 你把那一點的電位能 除以他 這讓我們想到什麼 他跟誰很像 他跟誰很像 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很像 在公式的形態上 是不是很像 記不記得 在第一電場 那一點 你把這個移動電荷移來啊 那那一點電場有多少 是不是看他受力除以他 那現在一樣 你把這個測試電荷移動電荷移來 那要移動那一點 要看那一點的電位有多大 是不是移來之後 量一下他電位能多少 處以他本身 就是人家那個地方的電位有多強啊 是不是 很多東西他有 異曲同工之妙喔 多做比較 來 哪些東西做比較 第一個 庫倫利 跟他 做第一個比較 這是第一個比較 第二個比較 這兩個 所以你就可以往下走囉 我把電位能帶進來 最後 又回到第二個 定義了 V還可以等於什麼 照照衍衍生 你可以得到什麼 蛤 是不是 就如同這邊 可以得到什麼衍生 一個是不是永遠都二次方的系統 一個是永遠都一次方的 R啦 我是指R的一次方的啦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可以嗎 這樣了解沒 我可不可以把電位能帶進去 是不是同樣的解釋方式 所以我